女人将安眠药放入盘中 用菜刀一分为二 接着把药片丢入奶瓶 再将长满了蚂蚁的奶粉 直接倒入奶瓶中 最后放微波炉加热充分混合后 女人把这瓶毒奶粉喂给了自己的孩子 看着孩子无辜的眼神 这个母亲竟没有一丝愧疚 满脑子想着赶紧和小助理探讨快乐星球 带着孩子只会爱她的事 很快宝宝就一动不动地睡去了 然而当女人来到酒吧后 她外出的丈夫却提前回到了家中 发现了奶瓶中残留的蚂蚁 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丈夫匆忙跑进孩子的房间 可此时的孩子发着高烧 已经没有了反应 丈夫赶忙带着女儿来到医院 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后 宝宝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起初 丈夫还误以为是蚂蚁差点害了女儿 但接下来医生的化验报告 让她彻底傻眼了 看着输液针插进宝宝的胳膊 丈夫流出了心疼的泪水 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恶毒的妻子 在她随后的一系列操作中 也会让你们彻底折服在她的高智商中 丈夫平日理性格内向 不善于表达 由于经济危机她失去了工作 接手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上午把女儿送到母亲家里 下午来接女儿回家 空余时间就待在二手书店里 阅读言情小说 因为没有工作 丈夫过得很节俭 买个菜要反复确认发票有没有多算 喝剩下的瓶瓶罐罐也舍不得扔 全攒着可以卖点钱 而妻子则是一家培训机构的院长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看到每天无所事事的丈夫 毫不留情面地责备她 还抱怨她看电视听不见自己喊话 然后还要理智气壮地给她上课 丈夫也不反驳 任由妻子宣泄对自己的不满 其实她每天都在努力找工作 可现在工作并不好找 久而久之 两人的生活方式渐渐产生了巨大差异 这天妻子刚和小助理研究完快乐星球 就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没想到丈夫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 妻子紧张地扭开防锁 等丈夫进来后 心里有鬼的小助理假装在忙工作 妻子则连忙为两人介绍 可看着这两人不自然的表情后 丈夫心里也有了怀疑 在回去的路上 丈夫故意问起 妻子为什么在办公室不穿鞋 但妻子却说那是她的自由 见丈夫像女人一样啰嗦 讽刺她话这么多就去开出租车算了 接着妻子谎称要去见一个客户 让丈夫先回家 不出所料 妻子转身就去了小助理家 一脸开心地告诉对方 说自己已经带上了和小助理的对接 而回家后的丈夫 则发现了妻子的车钥匙上 多了一把陌生的钥匙 第二天 丈夫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偷偷来到了小助理家 当钥匙插入锁孔的瞬间 丈夫的心也碎成了渣渣 她忐忑地打开了房门 生怕看到一些刺痛她的画面 男人怀疑妻子给自己戴原亮色的帽子 根据在妻子那发现的陌生钥匙 她成功打开了妻子助理的家门 这无疑验证了她的猜想 心瞬间碎成了渣渣 当她进入房间后 定入眼帘的就是一片狼藉的床 在当她看到书桌时 眼前的画面让她碎成渣的心画成了粉末 上面摆放的全是两人亲历无间的照片 还有她认识妻子之前的照片 甚至连女儿出生时的照片也有 丈夫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当她握住女儿的小手时 开始犹豫了 尽管她现在不确定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但她不能让宝宝刚出生就失去母爱 等到妻子下班回来后 丈夫并没有揭穿她的丑事 然而第二天的她却一改常态 让书店老板都看不透她 而这时 妻子再一次来到小助理家 意外发现洗手间里多了一个全新的牙刷 角落里还摆满了婴儿用体 她气愤地跑出来质问 可在这一刻 妻子感受到小助理前所未有的可怕 她只是想两人能够开开心心 但没想到小助理的野心却不止于此 妻子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钟 她回到家后一改常态 不仅开始做起了家务 就连地板都擦得干干净净 妻子认为是该结束的时候 她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小鲜肉 而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可她并不知道 有些东西一旦触碰 又怎么可能是自己说退出就行的呢 就当她打算开始做个合格的妻子时 却突然发现了化妆镜旁的一张照片 她瞬间傻眼了 难道丈夫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事情 但好在照片上只有自己一人 妻子紧张地将照片收起 在丈夫还没回来之前 她就开始忙碌地准备着晚餐 吃饭时 妻子也一改常态 主动向丈夫承认自己最近状态不好 导致自己忽视了对她和宝宝的关心 老实的丈夫也以为妻子是回心转意 并没有揭穿她的丑事 然而在丈夫认为生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连续打了好几次 但就是没有说话 妻子紧张地问着丈夫 生怕她听出对方的声音 但好在丈夫以为这是骚扰电话 可就在这时 丈夫看到了桌上的留言 才得知自己的恩师意外去世了 等丈夫急匆匆地离开家后 没想到电话又再次响起 当女人听到助理的声音后 她再也忍无可忍了 表示当初两个人约定好了的 为何要纠缠自己不放 可小助理的声音明显是喝了酒 死缠烂打就是想要和妻子见面 妻子本来想要拒绝 结果小助理说自己已经到她家门口了 为了不让丈夫发现 妻子只好约定在酒吧碰面 可现在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 却成为了麻烦 她哄了好久都不见女儿想睡觉 但为了保住这个迟来不易的家庭 妻子决定狠下心 为给孩子半片安眠药 并没注意奶粉已经被蚂蚁爬满了 直接把两者混晕后给孩子喝了下去 接着如约来到了酒吧 当即表示想要就此断掉两人的关系 可只有谈何容易 在不知不觉中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可让妻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丈夫不仅提前回了家 还发现了孩子的发高烧 这一刻丈夫觉得妻子已经没救了 与此同时 喝多的妻子被小助理送去家里 恰好这时丈夫也带着孩子从医院回来了 眼前的一幕让他直接傻眼了 男人连夜带孩子看病回家 正好撞见妻子和小助理探讨快乐星球 他呆呆地在原地站了许久 但最终还是选择不揭穿他们 他不是不想报复 而是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 等他看到电梯下楼的提示之后 丈夫才缓缓走向家里 可当他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再一次傻眼了 小助理居然没有离开而是在家里 该看的和不该看的 都被丈夫尽收眼底 他依旧没有声张 而是默默选择了回避视而不见 如果你以为他这是懦弱的话 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到了第二天 丈夫特意将女儿托付给邻居照顾 然后让邻居送他去火车站 名义上是去参加恩师的葬礼 可当他登上火车之后 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小助理的家 接着他戴上橡胶手套 在床上找到了对方的毛发 随后又在抽屉里找到一把匕首 等妻子回来正在卸妆时 又一次看到化妆镜旁放着 居然放着比之前更加私密的照片 他以为是小助理想要威胁自己 连忙拿出手机拨打给对方 质问他到底是想要怎么样 可就在这时 家里突然停电了 妻子刚要出去查看 立马被一只大手用力掐住脖子 接着被丈夫死死按倒在床上 随后丈夫拿起手机 拨通了小助理的电话 这时妻子想向对方呼救 可根本讲不出一个字 只能勉强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 这时丈夫掏出匕首 恶狠狠地盯着妻子 即使妻子眼里满是恐惧 但这回丈夫没有再犹豫和迟疑 直到妻子的鲜血染红了整张床单 她才就此停手 随后丈夫拿出之前收集到的小助理的毛发 全部丢到了妻子的身旁 接着换好衣服离开 故意留下钥匙插在锁孔 很快她就亲眼看着小助理跑过去 此时丈夫再次来到小助理家 将妻子的血迹留在了洗手盆上 完成计划之后 丈夫再次坐上了前往其他城市的火车 等到了第二天 丈夫再打电话给邻居 声称自己联系不上妻子 希望她可以帮忙看一下 等到邻居推开房门后 立马看到了妻子的尸体 警察很快就封锁了现场 他们也成功收集到小助理的毛发 而妻子被掰断的手指 警方也判断出凶手是为了强行取走戒指 原来小助理担心两人的事情被发现 所以在看到女人凉透后拿走了送她的对戒 而丈夫的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她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很快被警方排除了嫌疑 但小助理就没那么好运了 最终被警方定性为杀人犯 一切尘埃落定后 丈夫抱着宝宝再次回到家中 或许她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但始终会活在妻子的阴影中 当她看到两人的照片时 留下了懊悔的泪水 原来丈夫一直深爱着妻子 就算在发现她做出格的事情后 她曾试着去原谅 但妻子为了私欲 差点害死了他们的宝宝 这激怒了丈夫的底线 所以你们站在哪一边呢